我们继续再来讨论 这个6月29号普丁 他直接说 他说应该要开始生产短中程飞弹 这些是先前根据跟美国签订 但是现在已经失效的武器条约 所禁止的飞弹 指的就是射程500到5500公里的飞弹 当然我想问一下丽将军 这个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另外呢 美国的国防部网站有特别提到 在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军事物资当中 大约有6000多万美元的物资 竟然被上报为失踪 因此大家就说 这些东西是丢了吗 是被摧毁了吗 还是被转卖了呢 这当中包含了夜市椅押标枪 反坦克飞弹 还有飞弹发射装置等等 都查长的办公室有发现 提交报告的提交平均需要300多天 要这么久的时间 比规定的时间都还要多了10倍 我先补说一下这个斗口 你知道我们陆军里面 我们以前战车火炮射击的时候 晚上打得比白天准 成绩还比较高 为什么你知道 那时候我们作弊 作弊怎么作弊 那个目标后面 放一盆这个火炭 炭火在那个地方 然后产生热 产生热来讲战车那个夜市椅 那红外线就很清楚 看到那个靶就打得很准 反而白天 白天来讲你不能 所以我特别讲它这个斗篷 就是说将这个热遮盖出来 让它热不会散出去 那当然敌机就会发现不了 然后就达到隐蔽隐蔽的效果 那这个应该是属于一种高科技的材料 其实我们以前我们陆军 穿的那种迷仔服里面 也有类似像这种防红外线的效果 只是效果没有那么好 因为我们陆军来讲的话 有很多这个战车 或者甚至是汉马车 那如果美军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不准去刮那个漆的 因为那个漆有防红外线的效果 就是夜战的时候 人家用这个就很容易探测到你 那第二个我讲说是这个飞弹 射程500到5500公里 是美俄两国 那时候他们中程导弹的一个禁止协定 也就是这个射程的导弹 你看从欧洲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500到5000公里 刚刚打到俄罗斯 俄罗斯如果说5000多公里的导弹来讲的话 也刚好可以打欧洲 各国没有问题 所以那时候美国跟俄国两国 就签了这个条约 说我们不要发展 这个这种中程的弹道导弹 免得到时候我们核武竞赛 就有一个国家在 没有签这个约 它积极在发展 这国家叫做中国 它那时候就发展出来什么 中程战术导弹 它发展什么 我现在讲大家都记得 你看看东风21 东风17 射程是不是都是两三千公里 就刚好是500到5500公里左右 所以美俄两国 在没有发展的状况下 中国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抓着空档不但是积极发展 而且发展出来什么 叫做高超音速导弹 那美国川普发言不对 川普的时候 2019年的时候 川普发言不对 你中国居然 利用我美国不发展这种射程的武器 你积极在这种发展武器 那这种射程发展出来 又刚好打到我关岛 所以美国自己就主动说是 我不遵守这个条约 我退出这个条约 它开始美国那时候 2019年开始发展 这种500到5500公里 射程的一个导弹 那俄罗斯一直 它自己一直没有在发展 但是最近来讲 普京想说 那你美国自己退出了 对不对 尤其最近来讲的话 你如果说是要部署F-16 在这边的话 会对我的这种 直接攻击到我俄罗斯本土来讲的话 对我来讲是一种很大一个威胁 所以普京这个时候才决定开始发展 这种中程战术导弹 这个是整个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这边跟各位观众做一个说明 当然这种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导弹其实没有很严重 怕是上面装的是核子弹头 那严重 那威胁性就很大 因为如果说装上核子弹头 你看从俄罗斯它发射的话 这个距离刚好打北约 北约各位国家都在它射程范围之内 那其实乌克兰这种贪污的情形是非常严重 从以前就是这样 其实我连我都买过 我跟你讲苏联解体的时候 那时候在万华夜市都买得到 就是那时候苏联的优传家 他们因为国家解散了 军队都很穷 他们就把多云拿出来盗卖 卖卖卖卖 连我们台湾都买得到 我那时候去那边看买过什么 苏联的望远镜 很好用 手表 指北针 那时候我们去爬山用苏联 很精准 它那个军用规格的很准 那望远镜也是很清楚 那你去爬山或者是看美女 用那望远镜就看得很清楚 这个另外来讲的话 那你知道我在小金门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飞弹 叫做什么赤真飞弹 那是谁来清查你知道 是美军来清查 除了我们自己清查之外 美军会来我们弹药部打开来 让他来清查 因为他为什么赤真飞弹特别要清查 他因为怕你把赤真飞弹 流出去 你知道赤真飞弹 万一流到恐怖分子上多可怕 他美军就是担心这一点 如果你赤真飞弹流出去 到恐怖分子手上 那是不是所有民航机 都在他威胁之下 他就有可能击中这些民航机了 所以越是像这种小型的单兵武器 其实越是恐怖分子想要的 包括标枪反导弹也是一样 因为他这个东西小 单兵就可以操作 那如果说是恐怖分子 对他们来讲是迫切的需要 有这种东西 那我现在讲说他失踪 很合理的怀疑 他可能会流落到哪里 比如说胡赛组织他要不要 胡赛组织一定要 对不对 甚至于哈马斯他们要不要 他这东西对他们来讲 这些这种不管是哈马斯或胡赛 这种恐怖分子这种刺针 或标枪飞弹对他们来讲 那非常有用 那夜市宜来讲 其实很多流落到民间来讲 如果有机会在台湾买到的话 我也觉得对我们蛮好用的 晚上的话他红外线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东西 他晚上看东西看得很清楚 晚上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有标志 因为我们平常像这种夜市宜是 我们国军是装备在战车里面 因为装备在战车里面 你不太容易把它拔下来 拿出去盗卖嘛 我们军系也比较好 但是乌克兰他贪污状况 一直很严重 美约支援他从这个两年前开始 支援他各种武器 大家都一直在担心 这武器流落到哪里 那乌克兰也因此 换了好几任的国防部长 或者是那种征兵丹和钢弹 因为他贪污状况 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那这些东西合理来讲 我不认为他们是被摧毁了 因为摧毁来讲一定有战报 你可以报战损 那很合理的怀疑 就是被盗卖出去的 那这个国家来讲 他们盗卖的风气一直是很盛的 从以前乌克兰解体 苏联解体的时候 我们拿到了 我们在万华夜市 就可以买到这些东西 大部分都是乌克兰流出来的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胶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岩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供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i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区选代码 还可以享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